哈囉大家好,我是飛鷹 最近應該過完年 許多人都利用過年放假期間返鄉 或是安排個小旅遊 我也趁著過年時間去走寸一下 但新冠肺炎疫情 不會因為過年期間就有所停息嘛 有在疫苗完全補提前 每個人都還是需要戴好口罩 降低傳染的風險 但我忍不住就會思考 疫苗到底有沒有用呢 各個疫苗的差別又在哪裡 台灣何時會有自己研發的疫苗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啦 馬上進入我們今天的介紹吧 目前對我們熟知的疫苗有三種 分別是輝瑞疫苗、莫德納疫苗 以及牛津疫苗 輝瑞跟莫德納疫苗 都是屬於核糖核酸疫苗 牛津疫苗則是重組病毒物疫苗 相信大部分人都跟我一樣 不知道這個疫苗的類型到底差在哪裡 這邊我們就直接附圖給大家看 雖然這個是聯合新聞網整理的 但整理的還蠻詳細的 我就不再特別多介紹了 有任何問題 直接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吧 看完了疫苗類型 我們來講講這幾個疫苗的發展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輝瑞疫苗 這個新冠肺炎疫苗 是由德國生物科技鬥斯 BNT 與美國大藥廠輝瑞 共同合作的研發 從開始施打到現在 計算下來大概有95%的保護力 非常的高 只是它的儲存條件也蠻野科 這個疫苗必須在-70度的環境下儲存 如果在2-8度的環境下冷藏的話 只能維持5天 一劑疫苗大概是545台幣 那目前的疫苗大概都要打2劑 所以總共要價1090元台幣 美國總統拜登也在2020年的12月22日 施打了這個疫苗 是我們介紹的三種疫苗中最廣為人知的 第二個要介紹的是莫德納疫苗 這個疫苗是由美國生技技術公司 莫德納所研發 這個疫苗的保護力也是95% 但到它保存上 比輝瑞疫苗簡單非常多 它在-20度的環境下 就能夠保存6個月 如果是在日到8度的環境下冷藏的話 則是可以保存30天 在運送方面就比輝瑞疫苗輕鬆了不少 畢竟不用那麼冷嘛 只是這個疫苗價格相比起來也是高了不少 一劑疫苗要價就是台幣985元 那兩件的話就是1970元 是所有疫苗裡面的價格最高的 但是這個保護力還是讓許多人搶著要打 講白一點為了那個保護力 95% G2Day不會得了 除非你運氣那麼好就是得了 那就沒辦法啦 第三個要介紹的是牛津疫苗 這個疫苗是由英國藥廠阿斯特捷利康 與牛津大學共同研發的 保護力是70% 相信聽到這裡可能會有人對這個感到失望 甚至可能會想說 欸 你這種殘滋品 政府現在還要拿出來給大家打 但是 任何人取得50%以上防護力的疫苗 都算是成功疫苗 而且70%的保護率 已經比起一般的季節性流感疫苗的65% 保護力高不少了 所以它也是個成功疫苗 不論如何 牛津研發的疫苗 仍然是對抗新冠病毒疾病的有效疫苗之一 而且 和輝瑞及莫德納相比 牛津還是有其他的優勢的喔 牛津研發的疫苗 和其他大多數的疾病疫苗相同 可以在設施2到8度之間做儲存 這代表什麼 這意味著 疫苗能夠輕鬆的運送到世界的各個角落 另外 這個疫苗 也是所有裡面價格最便宜的 一劑大概是台幣85元 兩劑就是170元 連莫德納疫苗價格的一成都不到 相當的便宜啊各位 正是中低發展國家也可以負擔得起 可以進行大量的購買 那聽起來它不僅有用 還很便宜 感覺都還不錯啊 可是我們最終還是要回到所謂的施打成效 剛剛講的那些所謂的防護率 都是透過臨床試驗計算後所得到的數據 輝瑞疫苗跟莫德納疫苗 臨床的研究人數都有3到4萬人 詳細結果會先公布在網路上面 並直播8小時的咖啡過程 最後再由專家記名投票 相比起來呢 牛津疫苗取得緊急授權後 就非常的不透明 它在臨床時間上不僅有分成半幾兩 和全幾兩 連施打的時間間隔都不一樣 相隔4到12週 時間相隔非常遠 說服率自然就跟其他兩種比起來低了不少 但確切結果還是要等到2月底 牛津疫苗在美國進行的4萬人 離床時間結果出來才知道 這樣科學上的數據還會更完整 相信講到這邊一定有人打結了 這邊我們放上BBC官網的比較庫給大家看 可以看到 牛津疫苗的防護率差距非常的大 這就是為何我會說 牛津疫苗的資訊非常不透明的原因 但還是希望這個評價的疫苗是真的有效啦 並且如果都一樣效果的話 評價的當然比較好嘛 講完國外的疫苗 我們還是要講講台灣自己的疫苗 台灣的疫苗目前有兩個疫苗 是進入第二期的臨床時間階段 分別是由高端生技與聯亞生技所研發 這邊用一張圖片來給大家看一下 各個臨床時間階段代表意思 原本需要10年才能走完的研發程序 為了因應習慣肺炎 10個月就走完囉 各國目前也都是這個狀況 沒辦法 畢竟新冠肺炎對經濟的影響真的太大了 尤其是航空業更是深受其害 疫苗一天沒有普及 航空業就一人只能呼呼之稱 等不到附屬的機會 但聽說高端疫苗在第一期臨床實驗的結果還蠻不錯的 雖然可能是政府放出來穩定民情的風聲 但我還是希望這是真的 畢竟求人不如求己 陳真為了20萬劑的牛津疫苗 在COVAX平台上求得要死要活 但如果我們可以自行研發出來 就不用看其他人的臉色了 反而是其他國家要來看我們的臉色 嘿嘿嘿嘿 所以我還是非常希望台灣可以成功研發出自演疫苗 而且我相信以我們堅強的醫療事宜 是非常有接受的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分享 麻煩幫我的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訊我的粉絲專頁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菲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發展